人家来的早 我师父捧骨里怎么捧 先来后捧 先来的先捧 后来的后捧 你想我来说吧 我前面还有43个师哥 哇 我就得轮着啊 我现在牵着我的想法 后面把我的师哥们全弄 怎么可能啊 你问我天天 我睡不着 什么时候捧到我 你说这捧到我的时候 我师父还在不在 还真是个问题 有时要想一个问题 你们这捧到我的时候 怎么我还在不在啊 太难了 我看你明天都够呛 人家来说吧 过去我师哥云鹏 人家火的时候 赶上好时候 那时大家伙对这个行业 认识度不高 现在行了 对认识度太高了 说下的比听下的还多呢 怎么能够火呢 咱们过去有能力 大伙就喜欢 现在光有能力都不行 三分天赋 六分努力 一分的贵人扶持 剩下九十分 全看脸 人家是百分之 你说这时候说下的 哪有长得好看的 哪有啊 整个队员社 哪有长得帅气的 有没有长得好看 哪有 有吗 你们看的是现在的他 郭奇林想鱼签 过去也像 知道秘密都是他叫秘密来的 都知道 郭奇林现在那是好看的 倒退两年以来看他 胖的什么样了 对吗 还有还像我们吃个鸡云鹏 大屁股脸 拿自己比过他 拿高看 孙岳 孙岳plus 加肥加大 太胖 哎呀 一个给我四个 你瞧瞧 真的 孙岳胖胖到什么程度 你们估计都忘记 郭奇林肯也是个胖子了吧 郭奇林肯还真苗条的 家里买电视 光看孙岳 对 就是人家在那里没有好看的 对吗 你真是说你长得好 你也不说像什么 对 你张鸭子去了 这个行业来说呢 挣的可能多 这相对于而言没有帅气 你拿我来说 我长得实话实说 我知道自己长得不复于那个帅气的行业 你当不了鸭子 对不对 我挣不了那个鸭子 我这个往这一看 从长相上来过 很社会 安养 对不对